我们的太阳女神戏那口红粘牙上了 随后她自己调侃说 不要说是口红粘牙上 而是衣服上的红光反应的 真是情伤高不愧是我们湖南卫视一姐这个位置妥妥的 还说自己是口红大将哈哈 还有就是你听过蔡琴老师唱高白气球吧 唱完蔡琴老师说 大家不要怀疑我就是货真价实的蔡琴 简直这恢复太可爱了呀 除了老艺术家蔡琴唱高白气球 更有腾格尔板应和日波 简直不要太仗着自己年龄大就强行卖萌 你们见过东北花棉袄 戴着棉大帽的腾格尔老师唱日波落萌画面就很有喜感 这歌还特别魔性 而且简直要被腾格尔老师圈粉 王赫帝和沈月的这个告白气球声音 都想起来了王赫帝的话筒没一声去 沈月都笑场了网友直言 假唱就算了也太难听了 KTV水平都不如 我还以为戴着耳脉拳套装备应该就是真唱的 真是误解了 杰伦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种假唱的虽然很搞笑也很尴尬 但是不要以为这些节目都是提前安排上的真唱的跨年也有啊 不过有点意外先有朴术旺词 现在李荣浩也旺词笑场演唱过程中突然笑场了哈哈 网友表示是因为被发现旺词笑场嘛 不过这起码证明了人家是真唱 一时不知是喜事优先 那本人回应自己的时时热搜谢那口红沾牙上了说 我不喜欢这个 换一个叫谢那真唱于是乎 谢那真唱就来了 还有戴湖南卫视后台群访 艾桑东城被问到飞伦海合体的相关问题时 表示想过要合体 但大家都太忙 艾桑孙带小孩还要上节目 还要带小孩出席活动 还要跟我们吃饭 同时还表示 怎么会建议和阿田亚 伦海拉米的同台 期待四人再度同台今晚的跨年 真是早点满满呀 虽然还有几小时就跨年了 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看下去吧 我家遥控器真的今夜有点忙不说了继续看 刚听完千禧弟弟的新歌前来报道 哈哈哈哈